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今天福建队的两位选手刘成 他呢是和刘晓龙进行配对 刘晓龙呢是88年出生 身高是1米76 是2013年速定漫杯的冠军成员 同时呢刘晓龙和邱子汉进行配对 也是获得了今年全英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双冠军 当时呢他们在获得那个冠军的时候呢 确实是让所有人啊都眼前一亮 因为他们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 是一路过关斩将战胜了很多实力非常强的选手 包括丹麦的鲍伊摩根森 今天呢另一队福建的选手郭震东和红伟是身穿红色的比赛服 刘晓龙和刘成是身穿蓝色的比赛服 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呢 也是今天所有的无偿比赛当中的倒数第二场 男双的决赛之后 马上就要进行的是男丹的决赛 解放军的选手林丹对阵北京的选手杜鹏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 无论是对于北京的羽毛球迷们 还是全国的羽毛球迷们来讲的都是一场重头戏 作为重要的比赛今天是压轴登场 那么在男单的比赛结束之后呢 本届全运会羽毛球的项目就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王正和 好观众朋友 第十二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双打的决赛马上开始 第一分呢是刘晓龙发球下网 双晓龙发球下网 双晓龙发球下网 第二个 第一个 三 十二 画面上方的红尾是主要负责在后场杀球 而郭震东主要负责在警场封网 给小龙发球 红尾把球挑到后场 安逸 给小龙来到往前的时候呢 是想轻轻放一个往前 结果是出球出现了失误 四位选手呢应该说都是国家队的队友啊 非常的熟悉了 郭震东呢也是国家队的议员老将 今年已经是29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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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龙和刘成连续的下压 没有任何的机会 把球连续的挑到后场的宏伟 确实是宏伟刚才在这个多排当中的 稍后比较大的体力 刹球向往 我想这也是刘晓龙和刘成最主要的一个策略 因为宏伟的刹球威力还是相当大的 宏伟在国家队的双打的搭档是沈业 宏伟沈业也是2012年汤杯的男团冠军成员 也是让他们首次成为了世界冠军成员 宏伟沈业 宏伟沈业 刘成员在底线连续的横向跑动 还是在这个调球的时候呢 出现了下网 其实在场面上呢 我们看郭振东和宏伟呢 应该说 他们之间的实力互补呢 可能会更为明显一些 而且呢 郭振东也是国家队的议员老将 在场上的经验呢 会更加丰富一些 刘晓龙和刘成三分落后 刘晓龙来发球 发球之后呢 直接是把球弹到了对方的一个空档 5比7 刘晓龙和刘成暂时两分落后 这球呢 刘晓龙是发球啊 发短了 没有入境 郭振东在后场杀球 刘晓龙来到往前 其实是在男双的比赛当中呢 谁能够在高点啊 拿住球 谁就会占有非常有力的优势 这一拍 流程是对这个速度啊 判断上出现了失误 提前回拍 对球出现了 对球出现了 刘晓龙再下一分 刘晓龙的挑球没有到位 郭振东的分球 也是把球分出了界外 当然是三分的差距 刘晓龙和刘成 算是三分落后 投发后场 刘晓龙的揭发球效果还不错 从前场的平手快挡 哎呀 这一拍刘晓龙和刘成啊太大意了 11比7 郭振东和宏伟 带着四分的领先进入到第一局的局限休息 那么在轮动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叫国家队的男子双打呢 也是进行了一些 不同的方式的配队 那么应该说 在轮动奥运会结束之后呢 我们看到成绩啊 这个进步最快 最明显的还是刘晓龙和邱子汉 他们尤其是在今年的苏迪曼杯的比赛当中呢 可以说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意义深刻 因为当时呢 蔡云呢 是受伤啊 来带伤参加这个苏迪曼杯的比赛 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由于伤病的影响啊 导致他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但是刘晓龙和邱子汉进行配队之后呢 在苏杯上 可以说为中国羽毛球队 再一次获得苏杯 而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举前休息过后 郭震东和洪伟再得一分 目前是五分领先 让刘晓龙和刘晓呢 得到了反击的机会 刚才我们说刘晓龙呢 虽然在奥运会之后呢 和邱子汉进行配队 获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呢 由于还是年轻队员啊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些不稳定的状况出现 这排是回球 有一些擦网 也是改变了这个球的运行轨迹 13比8 郭震东和洪伟五分领先 现在对于国家队来讲呢 最重要的一个单向的比赛呢 应该说就是南双 因为在赛云浮海风 即将面临退役的情况下呢 谁能够挺身而出 来成为风云组合的接班人 因为目前国语呢 在五个单向的角逐当中呢 应该说在世界大赛上啊 南双的比赛呢 是竞争最为激烈的 而且我们的优势呢 也是最不明显的 竞争又是第二拍的中杀 还是没有下分 这一回合打的是大开大合 确实是有些挺不住了 因为每一次出球呢 都是要求啊 运动员有足够好的体力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你的精力要足够集中 那么在多拍当中呢 又是南双的比赛啊 速度非常的快 所以要求运动员 每一拍的出球质量啊 都很高 每一拍呢都很到位 这非常不容易 10比13 刘晓龙流程三分落后 10比13 1 2 3 刘晓龙流程三分落后 12 3 刘晓龙流程三分落后 郭震东的杀球出了边线 才高大的红尾啊 再往前封网的话 这个救球的概率是非常低的 13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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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分始终是咬得很紧 13比14 12 3 刘晓龙流程三分落后 15 刘晓龙流程三分落后 15 1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男双的决赛啊 虽然是福建队的一场内战 但是比赛的过程还是相当的精彩 这个对抗性还是很强的 17比13 29岁的老将郭震东 再下一分 出出球 最开的出球有些着急 说 刘晓龙发球 宏伟在往前的下压进攻 是这个回球出了底线 15比17 两分差距 宏伟的身高呢 是达到了1米92 所以他的杀球啊 落点都是非常的尖 也是给他的对手呢 提出了非常高的防守的要求 其实今天刘晓龙流程 面对郭振东和宏伟啊 他们压力呢 应该是不小 宏伟呢 是在后场杀球啊 他的威力非常大 那么郭振东呢 是一员老将 在场上的经验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虽然刘晓龙和邱子汉进行配对 所以在最近的国际大赛当中的取得 一些不错的成绩 但是呢 毕竟是年轻球员 在场上的稳定性能还不够 好来继续欣赏比赛 郭振东和宏伟暂时三分领先 林旭的几百刘晓龙和刘晓龙都防了起来 确实在中情场的速度非常快 几次化险为一样 太被动了 真是防不动了 这个多拍应该说 好几拍啊 这个刘晓龙和刘晓都抵挡住了 但是无奈确实是非常被动 男双的比赛呢 一味的防守是 一定会这个输掉比赛 除了被动的防守呢 还有一些主动的线路啊 落点的变化 这样呢 才能够使自己主动上手 郭振东和宏伟的速度越打越快 20比15 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宏伟来发球 哎呀 刘晓的回球出了边线 这样呢 郭振东和宏伟 首先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 第一局的比分 21比15 刘晓的休息之后 我们来欣赏第二局的比赛 这次全运会的比赛呢 是从羽毛球的比赛 是从9月1号开始 团体的比赛呢 是从9月1号到9月6号 那么五个单项的比赛呢 是从9月7号开始 一直到9月11号 所有的比赛结束 今天呢也是全运会羽毛球这个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 在昨天呢 是已经结束了女单和混双的决赛 最终呢 解放军队的李雪瑞 获得了全运会羽毛球女单的冠军 辽宁的本土作战的选手 于扬和卢凯获得了混双的冠军 今天呢 刚刚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了女子双大的决赛 来自湖北的赵云磊 王小李 是战胜了江苏的选手 成书和汤金华 不过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 是出现了一些意外 就是江苏的选手 成书呢 在救球的时候呢 是倒地受伤 那么最终呢 也是导致他 没有完成这场女子双打的决赛 最终呢 来自湖北的赵云磊和王小李笑到了最后 好 下面我们来继续欣赏全运会羽毛球男双的决赛 刚才的这一分呢 我们看到在丢掉了第一局比赛之后呢 刘晓龙和刘成呢 在场上也有些变化 再往前的刘晓龙呢 尽量把这个落点打得很开 限制一下郭震东和宏伟的速度 连续的沙中路确实落点太尖了 我会发球 哎呀 这个球是弹在了网带上 最终还是滚到了对方的界内 发球之后的第三板啊 注意力呢 是不够集中 有可能也是受到了刚才那个滚网球的影响 确实是刘晓龙和刘成呢 比较幸运 在第二局的一开始呢 两队选手在这个注意力方面的都有一点下降 对方的一个追身球让刘晓龙呢 是没有转来得及转过身 郭震东和徐晓在前三板明显加快了速度 现在呢 刘晓龙和刘成在速度上有些跟不上 比分来到了4比4 够了一个后场 刘晓龙接的效果还不错 这球在往前的刘晓龙被动当中的回球呢 是出了底线 刘晓龙呢 提出申请更换一个新球 在场上呢 刘晓龙和刘成啊 应该说这对选手还是比较年轻的 刘晓龙今年是25岁 刘成呢 是只有20岁 刘晓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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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国家队的一位选手 主要打的也是男双和混双 但是在场上呢 郭震东的经验还是最为老道的 好球 反拍的抽球 宏伟直接是抽到了一个大对角 应该说也是一个死角 7比5 郭震东 红伟两分领先 现在我们看到郭震东和宏伟在场上打的是越打越开了 现在他们的心态呢 感觉在场上更为轻松一些 8比5 8比5 刘晓龙和刘成呢 要想赢下比赛 还是要在场上尽量的减少自身的失误 好 因为现在我们在场上呢看到在这个技术环节方面的郭震东和宏伟呢 他们的特点呢是比较鲜明的 而且能够实现在场上的这种优势互补 拿下第一局比赛之后呢 第二局在场上也是越打越有信心 所以刘晓龙和刘成这时候如果失误更多的话 那么自己的机会呢就更少了 哎呀 确实是这样的失误太不应该了 11比7 郭震东和宏伟在第二局的比赛四分领先 进入到第二局的局限休息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大天一天都别开心 超越人的身体 与这一场活动的身体 两队选手第一局的比分呢是郭震东和宏伟21比15 谁先拿下了第一局 在第二局的这场比分上呢目前也是30米线 现在看到郭震东和宏伟这边呢 他们感觉还是在场上比较轻松的 不过刘晓龙和刘成呢 他们由于非常的年轻 所以在场上也是拼劲十足 来继续欣赏比赛 流程啊第二局的失误有些多 连续的得到三四分啊 几乎都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对抗 基本上都是失误送分 现在刘晓龙和刘成在第二局的速度上很明显跟不上 这个分差呢也是越拉越大 现在是有六分之多 宏伟的接沙球挡网出界 现在分差也是越拉越开了 那么这一次全约会呢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老将 包括呢已经退役的老将 再一次呢是重新拿起了球拍 来到了全约会的赛场 那么到春来呢 这一次的比赛呢 是只打了混双 在这个单向当中 在混双呢是打到了四分之一决赛 输给了徐晨和汤金华 那么国家队的男双风云组合呢 蔡云这一次是和徐晨进行配对 也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 输给了对手 傅海峰呢也是打进了半决赛 这次全约会羽毛球的比赛呢 对于金向的选手来讲呢 应该说是一个煎熬 因为像我们以这个徐晨举例啊 那么这一次徐晨是打男双和混双 那么有的时候呢混双要一日双赛 再加上男双的比赛呢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一天呢 要打三场比赛 那我们知道全约会的比赛呢本来就已经非常激烈了 要求队员们一天打三场比赛确实是不太可能 在之前的比赛呢 蔡云也是非常渴望的能够在男双的比赛当中有所突破 但是没有办法 她的搭档呢徐晨要一天打好几场比赛 所以说在这个场上呢 体力啊明显出现了扣支 也是导致蔡云和徐晨进行配对 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就被淘汰出局了 所以像北京队的选手啊 张楠和于晓涵混双的比赛呢 能够打进决赛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张楠和徐晨一样同样是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一天 今天是有三场比赛 基本上是上午打一场下午呢要打两场 打完一场男双再打一场混双 那北京队的选手张楠呢 昨天在结束了混双的决赛之后呢 又马不停蹄的赶往了江苏的常州 因为这个中国大师赛现在呢是已经开赛了 今天的所有结束比赛的选手都要在今天晚上呢 从锦州来到沈阳 然后再从沈阳呢再去江苏长州 马上投入到这个中国大师赛的比赛当中 所以今年的对于国家羽毛球队的队员们来讲 赛程非常的密集 又是一个平球快挡 在拿下第一局比赛之后 郭震东和宏伟在第二局19比127分领先 现在看起来已经基本上是奠定胜局了 除非上演一个大逆转 流程发球 郭震东接发 这球流程呢 在后退当中的一个被动的回球啊 是掉了一个往前 郭震东呢 对这个球的落点呢 判断的不够正确 13比19 戒外了 流程把球是抽出了戒外 20比13 郭震东和宏伟拿到了赛点 也是金牌赛点 在赢下一分 郭震东和宏伟将获得全运货羽毛球男双的冠军 郭震东把球跳起来对方杀球 勾了一个对角线 哎呀 这个球还是脚上没有到位 没有抢到高点 这样呢 在这场福建队男双的一个 嗯 一个两支这个福建队选手之间的一个较量当中 嗯 还是郭震东和宏伟笑到了最后 这场比赛其实过程还是相当精彩的 那么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呢 结束了郭震东和宏伟21比15和21比13 总比分2比0战胜了自己的队友 刘晓龙和刘成 获得了第12地全运货羽毛球男子双打的冠军 而他们的队友呢 刘晓龙和刘成是获得了男双的亚军 那这场男子双打的决赛结束之后呢 是要进行一个颁奖仪式 好观众朋友刚才呢我们是刚刚结束了本届全运货羽毛球项目的倒数第二场比赛就是男子双打的决赛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下面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男子双打的颁奖仪式 获得迎牌的是来自福建的选手刘晓龙和刘成 在刚刚结束的男子双打的决赛当中呢他们是15比21和13比21 不敌自己的队友同样是来自福建的郭震东和宏伟 获得男双异军的选手呢是广东的选手福海峰和张志军 我们在这次全运会五个单向的比赛当中呢在女单的比赛决赛的时候呢同样是来自解放军队的选手会失决赛 李雪瑞呢是战胜了刘欣获得了冠军 这一场男双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福建队的实力 尤其是在男双的这个项目上 这一次呢福建队也是在全运会与毛球男团的比赛当中3比2战胜了江苏获得了男团的冠军 在团体的比赛结束之后他们又一次获得了男双的冠亚军 这次已经中华军军军后发过去的一场运动会 我现在和伦音落上高天上 armed局局长 许如槽佛军会获得军军》和军军 顾问中华永军军公共很久 获得季军的选手广东的富海峰和张志军呢 是在三四名的决赛当中呢 战胜了山东的选手沈叶邱子汉 总比分2比1 是获得了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双打的季军 当然在男双的这个项目上呢 福建队是最大的名价 这次福建队呢能够获得男团的冠军 可以说也是实至名归 因为在去年的羽毛球的全国锦标赛上 福建队呢在决赛当中正式战胜了北京队 获得了羽毛球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他们呢是拥有成龙这样的非常顶尖的选手 而且呢在男子双打的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他们能够胜利的会师决赛 所以说确实是福建队的整体实力更强一些 感谢大师一下 建访我的平民法庭 添衍 在青洋70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